先推荐所有明明不胖 但是肚子却很大 容易胀气 恩不顺利的姐妹 真宝真宝可以试试金刚做 我是看了国学大师曾老的视频之后开始打卡的 也就每天饭后跪个十分钟就特好坚持 我老公他跟我一起 我们俩属于是一点好吃的都不能浪费 结果每天都在吃成胀气 也要打嗝 但是这段时间我明显感觉 我这个肚子就没有以前那么胀了 便便也规律了 脾胃舒服了 我们可以找个垫子 或者床上的地毯上都可以 跪坐下来 双腿并拢 脚背平扑 屁股往后往下自然的坐下 注意脚后跟尽量的挨着 整个脊背舒展开 保持在一条直线 双手自然的搭在大腿 下巴微收 自然呼吸 我每次像这样子跪一会儿就想排气 那跪个五分钟之后呢 我们可以双手空心掌 从上往下拍我们大腿二十一次 对脾胃很好 如果练习一阵子之后 你能很轻松的跪坐 那我们就可以加身来到进阶版的金刚坐 脚趾抓地 脚后跟立起来垂直于地面 臀部坐在我们的后脚跟上 我看到我姐妹说 金刚坐跪了一阵子之后 腿看着都细了直了 反正就是又简单好处又多 不妨就每天跪一跪吧